接下来我们来做偷偷看和双向框卡 拆包拿出配件 拿出配件 先分一下 这两个加两个相框 这个呢是双向框卡 然后这四个呢是偷偷看看 这个我忘了画折痕了 这儿这条折痕 折一下这个折痕很简单 然后这里呢左右各一条折痕 这里呢上下各一条折痕 好折好之后我们先给它贴起来 在这个面上涂上胶水 大家贴在这个位置 然后右侧基本对齐可以差一点点 顶这个边 然后可以差一丢丢 左侧一样 涂上胶水 我们给它动一下 让胶水摊匀一点 然后给它贴到合适的位置 背起之后 中间是一个 中间是一个方孔 然后我们拿出上面这一层呢 给它放一下 然后也居中 居中的话上下会各留大概两毫米的距离 给大家看一下 居中以后呢 我们上下会各留一个小边 大概是两毫米左右 我们先贴上其中的一个边 下面留个两毫米左右的边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有个两毫米左右的边 然后我们给它贴上 左右呢 居中 我这个歪了一点点 下面留两毫米 左右居中 跟中间这个方形比 左右居中 这时候呢 我们先不要封这个盖 我们把这个照片大概比一下 比方说三寸的照片 然后我们放在中间这个区域 比一下 然后你可以 都可以 多拿几张照片比一比 觉得找一个 比较喜欢的这个效果 然后给它放进来 然后中间放这个照片呢 不能太大 这是我刚才剪了一刀 这个比较小一点照片 放在中间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大概像这种效果 就会比较不错 我们来重点的讲一下 这个照片要怎么剪 我拿一张大点照片来做说明 照片放好之后 就是它在中间这个 显示的这个区域 然后呢 我们再 沿着这个边 画条线 上下都画条线 把照片 沿着这个线剪开 可以稍微 再小一点点 上下可以再稍微 再窄一点点 这个不影响 但是太长的话 它会影响到 这个卡往上贴 然后可以放好位置就行 然后我们在背面 稍微涂点胶水 薄一点 或者用双面胶也可以 但是双面胶的话 它的位置 它贴上以后 位置不好动 反正各有优点吧 用胶水来贴照片的话 一定要把 这个胶水给涂匀 少涂一点胶水 给它涂匀 就给它推开 因为如果这个位置 胶水比较多 它干了以后呢 照片它就会 拱起来 会不好看 然后我们把它给 贴上去 好 位置摆一摆 左右呢 尺寸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只要能折过来 冰箱就行 上下的尺寸呢 就以这两条边为准 然后我们再给它 贴上 贴好以后 试一下 比较近一点 好 这个机缸卡呢 就算组装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做 双相框卡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这个 相框内部 如果有不平整的地方呢 要稍微修一下 两个呢 都一样 然后呢 我们在这相框上 这个轻轻的涂点胶水 不能涂过 这个胶水呢 少一点 轻轻的推一圈胶水就行 然后呢 我们把它 给它 轻轻的涂开 拖好之后 我们把这一片 给它压上去 先不要 给它压实 我们的这两 这上下两片 一定要对得 非常的齐整 我们趁胶水没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通过这样一个 让它捏住 让它滑动 然后来实现它这个 对得非常整齐的情况 这不非常重要 一定要对得非常整齐 要不然的话 机关卡后期的活动呢 它容易卡 对得非常整齐以后呢 就可以给它 用力压实 好 这样从正反看 都是 完全通透的 没有遮挡 接下来我们拿出 这两片 稍微折一下 折的时候呢 折过来 这个边一定要对齐 同样的 外边 外侧一定要对齐 一定要对齐 然后呢 我们把机关卡 这样子放进来 让这两 这两个角 刚好顶在相框内的 顶在相框内的 这两个角上 给大家推个近景 这两个角 刚好顶在 这两个角上 这时候 涂上点胶水 给它贴上 这边也一样 填好后 检查一下 这两个角 一定要刚好顶在上面 这样的话 它在 后期 它可以这样子 来 比较顺畅的移动 如果比较卡的话 如果这样来回移动 比较卡的话 可以在这一侧 跟这一侧 稍微拿剪刀 这样 稍微修一点点边 让它活动的更加流畅 然后呢 我们来 把另外一线也贴上 大家看一下 如果 都是朝上顶的话 都是朝上顶的话 那么下一线 一定也要朝上顶 一定也要朝上顶 外侧对齐 这边呢 一样 外侧对齐 外侧对齐 好的 这样呢 这个卡就算做好了 我们最后贴的时候呢 这有四个角 把这四个角呢 一折 通过这四个小点上 涂胶水的方法 我们可以给它固定到 我们相册的 内页上 固定的时候 一定要 让它朝向一致 朝向一致 四个点固定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 这样给它来回的拉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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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